白李正 我们这也是一时心急 想着早些把沈家村的人找回来 白李正也体谅体谅 语气明显软了气氛了 认为李正 维护自己族人 那是应该的 白康元刚刚恼怒归恼怒 可这种事最终还是要奔着和解去的 沈丽严既然好言好语地说 他自然也没有非要去吵闹 语气也平和了一些 只是这事 说来说去 这是梁家的私事 梁家坐下来商量商量怎么办 实在是商量不来的 咱们两边李正坐下来商量怎么办 最终有个说法就是 也不埋神李正 我们村子里头的作坊 待会儿就得开工做活了 这作坊里头的货 是给县城陆家供的 每天都得按时往那送 今儿个要是迟了 陆家那追究起来 我们这也担待不起 白李正说的也有些道理 先让孩子们去好好说一说这事 不过这到底是白家村 我这侄子也是有些怕的 白李正也说了 这一家事对一家事 不该掺和的也就别掺和了 这是当然 只要好好坐下来 公平公正地说事 这白家村 我还是说了算了 白李正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信赖白李正 这时候不走了 大家伙也都饿着肚子 我就先领着我们沈家村的人 回去吃饭去了 就不打扰白李正了 告辞 沈立言说吧 领着沈家村的人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 沈武金兄弟仨是最后才走的 显得很不服劲 临走的时候气呼呼的 更是狠狠瞪了人群中的 白红富一眼 眼神跟刀子似的 哎哟哎哟 哎呀你瞧瞧这沈家的人 啥德行呀 真当这世上没了王法了 还想讹这就讹这了 你还在这欺失呢 要不是因为你见钱眼开卖闺女 讨吃能跑 沈家村的人能来寻麻烦 这都是因为你起的事 你还在这开始叫唤了 我可跟你说清楚了 刚可不是给你家出的头 那是为了白家村的颜面出的头 真是族人是回去了 沈家三兄弟扭头就得来找你 你们两家的事 自己关起门来解决 这个脑上这一场 往后外头怕是知道你白红富卖闺女 知道咱们白家村有恶人 咱们白家村也算是民生在外了 你给咱们村惹这么大麻烦 还折腾大伙一顿 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白白过去了 待会吃完饭了 往祠堂里头送一百斤的麦子去 也让你好好长长记性